在我們面前 享受你的心靜 敬愛 享受你示給我們的恩典 祝福 求你將我們的心道通 開我們的眼 開我們的耳朵 好叫我們看見你的愛宇宙 真理宙的奧義 讓我們更加的心靜 與你面前 求主你繼續保守我們今天的聚會 我們開始到末了 奉耶穌的名感恩 阿們 那接下來的是聖經 法太福音十八章一至四節 徒家福音十章十七到二十節 好 我們一起來 一起來 當時門徒進城來問耶穌說 天國裡誰是最大的 耶穌對叫一個小孩子來 使他站在他們當中 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若不悔軟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斷不得進天國 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 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 凡對我的名 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漫漫七十個人 花花洗幾個回來說 主啊 聼你的名 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耶穌就對他們說 我曾看見撒旦從天上墨落 像閃電一樣 我已經給你們的決筆 可以見大蛇和蝎子 又勝負仇敵一切的能力 但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然而不要因為 為惡徒人你們就歡喜 要因你們的靈命 基督在天上歡喜 好 原神祝福他了好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請兒童小朋友到三頭的教室 那接下來我們要請牧師問正道 正道名牧師 請所有愧於天國吧 在這一年的最後一禮拜 通常我們如果以臺灣的習俗在舊一年的時候 之前一定會說什麼 曹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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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讓我們的生命 實實與它連結 但在今天的時候 我們特別用這樣的一個題目 我有份於天國嗎 來思考一下 在這一年的當中 或者在來年展望的當中 我們如何 如何告訴自己 如何讓自己 保留在這樣的一個恩典之下 我們看到今天的經文 一段的記載是在 《馬太福音》十八檔 《馬太福音》十八檔 我們看到的是從剛剛的經討 一直看到的第五節 這時候門徒怎麼樣 爭論 你比較大還是我比較大 他要比什麼 比年紀 比認識耶穌的前後順序 如果是比體重 我可能會贏他們 那到底還在比誰的脾氣大 在第十八章 他們在比天國誰為大之前 在《馬太福音》十七章 耶穌做了一件事情 是從來比那些一般神奇奇事 還要神奇的 而且只向門徒來展現的是什麼 十七章一開始就是 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約翰 暗暗的上了高山 就是說這是屬於天 屬天的奧秘 沒有很多人知道 他只帶了雅各 他只帶了彼得 他只帶了約翰 他們三個上去 然後變茂的時候 他們看到以前他們的先知 摩西和以利亞竟然向他們顯現 而且跟耶穌說話 這對門徒來講 是就是說以前你做的這些東西 門徒心裡可能還不相信 你在變魔術 你有這樣的能力 可是當他看到他們歷史當中的摩西 他們歷史當中的以利亞顯現 而且從耶穌說話的時候 甚至於有一個光明的雲彩 增蓋他們 有聲音出來說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他 所以在這裡的時候 暗暗的就是神的時間 那奧秘還沒到 所以當他下山的時候 耶穌告訴門徒說 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好 我們看到了 十七章 他們剛確認 剛知道耶穌沒有騙他們 耶穌是從天上而來的神 所以應該耶穌的教導 那你們就聽我的嗎 竟然現在又一次證明了 但是十八章他們吵了起來 耶穌的教導是什麼 誰如果做大 誰就要變小 誰沒有背起自己的實施架 來跟同我 就不是我的學生 誰如果要保存自己的生命 就必定喪失自己的生命 所以在馬賽福音在更前面 教導天國八福的時候 說哪一種人 為異說逼迫的 清新的人 溫柔的人 在這些的教導當中 沒想到 這三個有福氣的人 彼得 雅各 和 約翰 門徒進來 搞不好跟其他門徒也講了 他們竟然在那邊爭論 如果你們還有印象 甚至於有門徒的媽媽 跑過來問耶穌說 耶穌啊到時候你在那裡的時候 我的兩個兒子 請一個坐你的左邊 一個坐你的右邊 這段經文 這段經文為什麼牧師今天 為什麼用這個來跟大家講 就是說我們來教會 我們看到了耶穌 在我們身上所做的神經騎士 我們看到了祂的帶領 但是我們這時候要門親自問 耶穌所關心的事情 是不是我們所關心的事情 我們所關心的是耶穌 祂在大使命說的 你們要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 然後福音傳到第幾 奉父子聖明的名給他們實習 這是耶穌所關心的事 可是這裡看到的門徒 關心的是 到時候天上有沒有我的位子 我的位子是在哪裡 天國裡誰是最大的 他們這時候天國裡誰是最大的 他們是已經先確定一件什麼事 你知道嗎 他們認為自己已經可以進天國了 所以不但進天國 他還要去說在天國裡的時候 我有沒有比他更大 但是耶穌怎麼樣回答他們 祂叫了一個小孩子來 使祂站在他們當中 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若不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斷不得進天國 小孩子的樣式 我上次有起微信還會見 做一個實驗 現在我說往後倒 如果他們信任我的時候 他們可以直挺你的倒下來 我可以接住他 小孩子的樣式就是信靠 毫無虛假 毫無掩飾 所以耶穌在這邊跟門徒講的時候 就是說 如果你們的信仰的當中 是參雜了那麼多不解的成分 其實你們是不能進天國的 你們如果在進天國這件事情 所計算的還是自己的利益 還是看誰比較大誰比較小 誰比較大誰比較小 其實是沒有辦法進去 所以他說凡自己謙卑 像這小孩子的 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 好 所以這是進天國 然後接著他說凡為了國的名 接待這樣一個像這樣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好 這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第一個經節所記載的 當這些門徒已經山上變貌 是耶穌所行的神蹟裡面 最難以想像的 最隱密的人向他們展現出來 可是他們看到以後 他們竟然所忘記的 還是耶穌對他們的教導 他們所想要的還是 就是耶穌擁有的那個國度裡面 他們用人的方式去計算 另外一個我們看到的記載 是在路加福音書 第十章的記載 那時候 第十章一開始 我們今天看的是在後面的地方 後面的地方 但是第十章一開始 耶穌猜遣了七十二個門徒 然後跟他們說 你們去 我猜你們出去 你們向羊進入狼群 然後要到每一個地方去祝福 如果你祝福他們不接受的呢 你就是把這個祝福 神就會把祂變成是祢的 變成是祢的 那在這個當中的時候 這些十七節開始 這七十個人 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啊 因祢的名 就是國也服了我們 耶穌對祂說 我曾看見撒旦 從天上墜落 像閃電一樣 好 我們看到了 其實這七十二個門徒 他們之前也一樣 跟剛剛我們看到這個門徒一樣 他們是第一次在生命當中 經歷這樣很奇妙的事 耶穌能力的同在 耶穌那種風風風風風風風的 同在的時候 結果他們回來怎麼樣 歡歡喜喜的回來 代表他們打勝仗 然後他們也清楚說 主啊 因祢的名 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我們在生活的當中 很多時候 受到從神而來的恩典的時候 我們 我曾經用過一個比喻 好像聖誕節 我們得到了禮物 我們把所有的眼目 我們所有的精神 都在看那個禮物 都在享受那個禮物 可是那個禮物的主人說什麼 就像我送的東西給小孩子 來 這是你要的聖誕禮物 哇 你怎麼讓我想到這個 然後呢 我一直叫小朋友 他不禮物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眼目 都在那個禮物上面了 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因為這送禮物的人 因為愛 因為知道你的需要 他把這個禮物給你了 好 然後會不會 我不知道爸爸媽媽有沒有做過這個事情 例如說小孩子被電視吸引住 或被禮物吸引的時候 好 你會暫時來 先拿起來 來 爸爸先跟你說 來 媽媽先跟你說 有時候會這樣子 然後再給他 其實就是要告訴他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所在乎的 你們所依靠的 究竟是這個神 還是這個神在你們身上的這些的禮物和恩典 就是 所以當這些的人 這些七十二的門徒 七十二的門徒回來的時候 耶穌在二十節 歷史上二十節提醒了他們一件事情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 就歡喜 要因為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他們對這些鬼 他們在那邊趕鬼 或者說在那邊所做的事情 其實一樣是在這個世上 他們可以因為這樣 受到這些人的尊重 可以受到這些人的肯定 甚至於可以得到這些人的供奉 但是呢 耶穌提醒他們 你們的名要記錄在 要為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其實他就在提醒他們一點 你們有沒有為自己 真的積財榜在天上 而不是在這個世上 好 從這兩件事情 我們都要來聚焦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你有睡於天后嗎 你有沒有注目在耶穌的身上 還是你已經失焦了 你已經享受在這個恩典當中的時候 你非常享受在這個恩典 然後你講的話沒有錯 哇 神大大的祝福我 神大大的祝福我 祝福我那麼多 不管跟人的關係 不管跟收入 不管生活品質 都是神很大的祝福 OK 有了這些祝福的時候 回頭問你一件事情 這些的祝福有沒有使律 跟神的關係更好 如果沒有的時候 要注意這種祝福和恩典 會不會反而成為你的神的阻礙 因為你的眼目已經在這些 祝福這些禮物的上面了 然後你告訴自己說 神啊 你的祝福太多了 你的祝福好好 你再給我多一點的祝福 到最後 神會告訴你 你應該有的 我要給你的 也給你的 你也有的 但是你看一看 這所有的東西 可能都是記在地上的那個帳戶上 而不是在天上的那個帳戶上 所以我們來思考 第一個 要進天國需要有怎麼樣的資格 要進天國的第一個 那個資格所講的就是 剛剛我已經有稍微講了 例如說 八福裡面所指的 八福裡面所指的這些人 好 先照顏 來 八福 來 第一個 什麼的人 好 虛心 然後呢 太久沒有跳就忘記了 好 記載在哪裡 我們看馬太福音第五章 我在這邊唸 虛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動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溫柔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圖 飢渴慕意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保足 連續人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猛連續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他們必成為神的兒子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OK 這個是在 耶穌在山上登山寶訓 所講的八福 是這八福 那第二個 他有講過 有關天國的教導 就是說你們要變成 小孩子的樣式 小孩子的樣式 所以我們反過來推 我們從八福裡面來看 反過來看就是說 這些這種的人 他可以來承接神國 承接神國 但我們來看看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是對於自己的成就 是非常的驕傲 還是會覺得 這是一切神所賞賜的 我們有沒有與哀哭的人同哭 與哀動的人一同的哀動 我們有沒有在任何的世上 學習耶穌溫柔致死 溫柔致死 順福致死的心智 我們有沒有飢渴慕意 我們有沒有飢渴慕意 這飢渴慕意不單單是 可慕神的話 乃是在自己的所有的行事行為上 都願意把神的形象裹出來 我們有沒有連續 我們有沒有情緒等等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 你說清楚或者簡單 但是卻在我們生命的當中 卻常常忘記 而且不容易做到的 像小孩子一樣的單純 像小孩子一樣的單純 我想這個比八福更難度做到 因為我們常常怎麼樣 計算 我們常常因為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已經給我們 來自世界的價值觀 我今天做了這個事情 我得到多少的報酬 我今天付出了多少 我又得到多少 我們無時無刻都在計算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我覺得很簡單 當一件事你要去做的時候 如果你第一個念頭是 嗯? 耶穌會怎麼做 先不用計算 第一個先問自己 耶穌會怎麼做 我相信你在生活的當中 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的答案是不同的 你會不會第一個先講 我要花多少錢 我要花多少時間 我要 我要多忙 還是第一個 這件事情以耶穌來看 他會不會下去做 所以我想 像小孩子一樣 小孩子的一個信靠 是單純無為的 他是當 爸爸媽媽這樣說的時候 他就這樣去做 好 我舉個例子 有時候 真的在家裡 很懶惰的時候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一次 有不同過 我都跟我的小朋友 陳先生 你去幫爸爸拿什麼 哦! 他馬上就去 陳先生 你這個拿去哪裡 哦! 好! 他馬上就去 所以 我說的是說 有時候我就 有時候我剛剛講說 有時候懶惰的時候 有時候有一兩次 我故意試他 他可能正在玩他的玩具 我就說 陳欣亞 你可不可以幫爸爸做什麼做什麼 好! 然後我就是用什麼 我就是故意 就是我知道他在玩 然後我就故意 所有的故意就是說 我給他一個感覺 我需要你 好! 他在忙他在玩的時候 陳欣亞 你可不可以幫爸爸 你可不可以幫爸爸倒了杯水 爸爸現在很難過 我這樣躺著比較舒服 好! 他就馬上去 所以我舉這個例子 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 神的事工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很清楚的 是說 神啊 這是你的聲音我要去 還是你在那裡所考量的 神啊 因為我要跟祂一起做 我不要 神啊 因為 這個東西 不在我現在規劃裡面 我不要 有時候 我們 籌謀的是神的事 或我們自己的事 會決定 會決定 我們在 神的面前 就我上次講的 我這樣講就是說 均衡跟次序 均衡跟次序是 基督徒要特別去小心的 第一個是 我們 我們先來看一看 我們有沒有均衡 均衡什麼 服事、工作、家庭 我上次講過了 服事、工作跟家庭 我們有沒有均衡 那以前牧師會鼓勵 弟兄姐妹說 對對對 你要去均衡 該留給家人的時間 那教會的服事 你的工作都要兼顧 好 後來 如果我們以這三大塊 後來我發現 生活當中 跟家人的 相處久了 可能家人就說 不要再多陪我一點 或者說工作 越來越多的時候 通常這三塊裡面 萬一時間不夠的時候 從哪邊開始切 從服事開始切 所以均衡的時候 均衡的時候 可能服事的這個部分 開始把它切掉 所以 當我們在講均衡的時候 不要忘記配上一個東西 那個叫做先後順序 那如果 如果你因為服事的loading太重 然後經過均衡的調整 應該會得到一個結論是什麼 因為你服事的loading減輕了 跟家人的關係時間多了 工作呢 也能夠比較按部就班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越往均衡或者 越往對的方向走 你的心裡會怎麼樣 越來越快樂 越來會覺得說 真的這所有的一切都調適得很好 如果你把屬於神的這個區塊 減少了 工作你也減少 家庭很多 可是你會發現 其實你並沒有更多的快樂 或者你工作增加了 家庭也減少 服事也減少 你沒有更多的快樂 好 所以牧師的結論是什麼 服事神的時間增多了 家庭和工作減少了 你才會快樂嗎 錯 如果你怎麼調整 都不對的時候 回到最原始的問題 你跟神的關係出了什麼問題 不是比例 不是原則的問題 而是出於你跟神的關係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這個不是牧師 這個不是其他弟兄姊妹 可以替你解決的 一個已經認識了 木道友當然 這個我們可以來討論 我說如果你是教會的 弟兄姊妹的時候 好 那我們知道 資格就是剛剛講的 拔福和小孩子 那第二個我們要看的是 你在天國裡面 你到底要什麼 剛剛我們看到馬太福音 這些人他們爭論 他們甚至於不懷疑 他們認為自己已經在天國裡面了 請問他們要的是什麼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記載 他們就問耶穌 來 那個耶穌你告訴我 天國是誰比較大 他們用人的思考 到了天國的時候 他們要的東西還是一樣 在天國裡面 他們把這個世界觀 原來屬於這世界的競爭 屬於這世界成功的定義 要帶到天國去 但是耶穌不止一次跟他們講 所以我常常說 基督教的道理是密理 就是什麼叫密理 你就去想想 世界的潮流或者 事實上當大家都怎麼說 都怎麼做的時候 請你去小心 可能這個東西就是跟我們的信仰 是背道合持的 是背道合持的 像聖經裡面最簡單的 有人用保全生命 他就會失去生命 如果有人可以捨己 捨去生命跟著我 他可以得到永遠的生命 這是神的原則 屬天的原則 而不是屬這個世界 所以弟兄姊妹 請你們問自己 你想在天國得到什麼 如果你想在天國得到 地位 民生 錢財 不用在那邊 在地上就可以得到 而且天上沒有 那基督徒彼此之間會開玩笑 他說 啊 感謝主 我們又在天國天上累積財富了 有時候我們就說 你的現在應該是豪宅 我的現在是一層的公寓 我現在是兩層的公寓 有人會問說 那牧師 那我們到天國 究竟用的是什麼 那我在地上我的觀念 我能夠想像 我可以想到的就是這些東西 那什麼是 我們在天國要的東西 問牧師 牧師也問你 你都不知道 你信基督教 信那麼久 到底你用的是什麼東西 你用的是什麼東西 是你問我還是我要問你們 怎麼樣 欣妮你講什麼 你講什麼 你有講話 我覺得你是在回應我 你好像不是在隔壁 跟隔壁人講話 你講什麼 我說神的恩典和祝福 神的恩典和祝福 神的恩典和祝福 其實除了在天上 我們平常我們就在接受神的恩典和祝福了 好 什麼是我們盼望 跟這個世界所不同的 好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想法跟大家來分享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是不是有一句話說 人生不如意之事 十字八九 好像事事不能如意 所以牧師講的是說 到了末後的日子 到了我們跟耶穌 一起被提到樂園的時候 我們事事都如意了嗎 我們都可以隨心所欲了嗎 不是這個意思 乃是當我們在這個世上 我們在這個世界 我們所受到的這些的畏意逼迫 或者我們所受的這些苦難的時候 你用一個想像 就好像說我們今天 是一個從天國來到世上的人 我們拿了一本天國的護照 但是呢 因為我們到了這個國家 我們沒有辦法享受 原來在我們自己國家的那種待遇 我們沒有辦法享受到 我們在自己國家的那種照顧 所以我們在別的國家的時候 我們可能受到了欺負 我們可能因為這樣 讓我們在那邊過的生活和日子 非常的不愉快 好 那回到 回國之後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 那我們知道現在全世界最強盛的國家 目前來講可能還是美國 那美國怎麼樣 他們 他們 在美國 當地 他們的 就是說居民 他們到了國外的時候 到了國外的時候 萬一 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連那個什麼 他們說的那個海豹部隊 都會出動去救援 把這個人救回來 所以 上帝也是希望我們 能夠有一天的時候 所有他所創造的子民 都能夠被救回去 那救回去要做什麼 就是 成為一個 屬於天國百姓 應該有的榮耀更驕傲 主耶穌基督說 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的地方 而 那一日你們要跟我們 跟我同在樂園裡面 好 那我告訴你 天國有什麼 天國有耶穌基督 你會告訴我說 我不知道這個答案 你聽到那個盼望 和要抓住的東西 不是耶穌基督的時候 我告訴你 天國就跟你所想像的 是有差距 在你生命受傷難過 破損低潮的時候 請問一下 回想一下過去的經驗 是誰把那個洞填補起來 耶穌基督沒有其他的方式 祂用自己 祂用自己成為我們生命當中 最大的填補和滿足 所以你想要的天國是什麼方式 就是 以我來講 我確信 我確認 若有一天神怜悯我 讓我能夠去天國 那就是 我可以與耶穌基督同在 和祂必向過去 現在 在每一時刻 安慰我生命的時候 如此的安慰我 與我同在 所以 對於 天堂的描述 樂園的描述 述說 那裡 再也沒有痛苦 那裡 再也沒有被睡 好 那我們既然知道 去天國的資格 和在天國想要什麼 那我們應該如何做 剛剛牧師也有講的 積財寶在天上 好 積財寶在天上 它是不是等於 不積財寶在地上 而聖經有說 我們 地上的財寶 有重回來了 可能會福建 有沒有看到很多新聞 那個錢 不敢存銀行 那個 放很久 發美或重搖 哇 要去 結果欲哭無類都沒有了 好 請注意 神並沒有要我們 在生 生命的裡面 非常非常的難過 非常非常的痛苦 來證明說 我們是祂的門徒 那這樣的神 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會覺得 像那個 好像我們有點會抬不起頭來 可是我們看到很多的企業家 很多的在這個世代 受人尊敬的人 他們都怎麼樣 他們都在一定的位置 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他們在世上 他們也有財富 他們也有他們的名聲和地位 所以重點在於 當我們說我們基於財寶在天上的時候 我們如何來處理 或者如何來正確使用 屬於在地上的財寶 地上的財寶不單單指金錢 來是指你所有的影響力 所有的地位 所有的權勢 我們有一節非常熟悉的經文 它是在馬太 福音第六章 第十九節到第二十四節 它告訴我們基財寶在天 我把這個經文念一下 它說 不要為自己基盞財寶在地上 地上有蟲子養能繡壞 又坐刮窟窿來偷 只要基盞財寶在天上 天上沒有蟲子養不能繡壞 也沒有坐刮窟窿來偷 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 你的心也在哪裡 這句我再念一次 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 你的心也在哪裡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 你的眼睛若寥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裡頭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大 二十四節 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不是惡這個 愛那個 就是重這個 親那個 你們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馬門 馬門就是財力的意思 好 然後一直 中間我們 就是也很熟的 我們直接來看六三三 六章三三節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好 所以我們就知道 在神的原則裡面 當你知道如何為自己 積攒財寶在天上的時候 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這所有的一切都要加添給你們 所以你們 我們 大家都有王子跟公主的身分 是屬於神國的王子跟公主 神絕對不會讓我們 就是活出來的樣式 是被世人所持肖 我說的持肖是 說那一種就是沒有見證的持肖 如果他們是為了說 跟我們這樣子觀不同那種持肖 那是我們一定會收到的 而我講的是那種 我們是 在任何的事情上面 都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 就是跟人無法去比拼 就像詩篇的這些作者 他們也常常跟神說 神啊 你來幫我處理這些的從地 好 所以在這裡 我們看到這裡所交代的 這裡所教導的 所教導的 就是告訴我們說 其實你們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 基財寶在天上 就是 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耶穌基督的使命 要我們所去做的 我們努力去完成 而我們在世上的生活 要有足夠的信心去相信 神一定是一步一步的帶領 而且不失心 在我們過去的日子 和現在所建立的 所經歷的 過去的日子 和現在所經歷的 正是我們未來盼望的所在 所以弟兄姊妹 你過去生命 是不是曾經在谷底 我都常常跟自己說 再怎麼招都不會比 什麼什麼什麼時候還要招 那還是你現在正在谷底 如果你現在正在谷底 我也要告訴你 當耶穌基督 基督你生命的時候 正是你從谷底要起來的時候 最後在節錄的部分 我們今天透過這樣的經文 來思考說 我們有沒有分在天國 有沒有分在天國 有些人認為洗禮的時候 就已經拿到天國的門票 有些人認為神是慈愛的 不管你做了任何的事情 到最後一刻 只要你說 主啊請原諒我 主啊我相信你 就可以拿到那一張門票 但是誰又知道 生命結束的時刻 實在何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一些的意外 一些的傷害 可能那零點幾秒的當中 你連要呼救 你連要呼救的機會都沒有 有的人在睡夢中過世的時候 他也搞不清楚自己在睡覺 或者說自己正在危險的當中 生命就像逝去的 你如何又把握在最後一刻的時候 你能呼喊主耶穌 你能得到祂的救助嗎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有分在天國嗎 在今天的經文裡面 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要單單 把我們的眼目 從神的恩典的當中 轉移 回到神的身上 這些恩典你還可不可以享受 你還可不可以在其中 當然可以 這是神給你的助手 但不要忘記這恩典的場面 就像昨天牧師分享的一句話 昨天我們在被聚禪的時候 在大家都說 感謝神 我們這個教會 這樣 有個弟兄姊妹們知道 牧師很辛苦 哪些成功很辛苦 但是請進入這句話 這句話可以幫助我們 時時來把眼目 從恩典的當中 回轉到神的當中 就是牧師昨天所講的 非關恩赐 非關才能 若是將神的恩典拿掉 什麼都沒有 那神的恩典是什麼 神的恩典拿掉 那這個神的恩典 我們就老老記住 是從神而來 非關我們的才能 非關我們的恩赐 若把神的恩典 從我們身上拿掉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我們曾經來報告 親愛的主 求祢原諒我們 當祢為我們去預備地方 告訴我們說 來 我所預備的地方 有一天 你們要跟我一起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卻在這裡所爭論的是 誰要在第一個 誰要在最後一個 我們忘記了 所謂的恩典 就是原來我們不配得 卻因為你的連續 你愛我們 使我們得到這樣的恩典 求祢讓我們 能夠在享受這些恩典的當中 更加的知道 我們要把這個恩典 是真正 來讓它成為 從你而來的祝福 而不是咒詛 當我們享受你恩典 所帶來 生活的富裕 或者我們工作的順利 還是我們在周遭 世界越來越有影響力的時候 你讓我們 不因為這些的祝福 而迷失了心智 而忘記了實實跟恩典的來源 耶穌基督你 來做理解 在今年最後一個主日 求祢幫助我們每一個人 從現在開始 也就是這個幫助我們 日日能夠更新生命的主 我們求祢 憐憫我們的軟弱 讓我們從此刻開始 不要再讓我們的生命被蒙蔽 不要讓我們的生命被欺騙 乃是在我們的生命的當中 真實的與祢建立關係 我們期待 我們渴慕 我們需要聖靈的幫助 讓我們每天都能夠來親近祢 透過獨擊 透過禱告 我們將這種的時間分別為聖 而不是剩下來給祢 求祢原諒我們 在這一年當中 或許我們曾經在祢面前的承諾 傳福音 傳福音 親近祢 有說 而沒有做到 我們肯求祢 給我們 再一次的機會 也就是當我們還有生命氣息的時候 能夠把握這樣的機會 再一次的來親近祢 來與祢建立 美好 親密的關係 求祢的恩典 大大祝福 在所有弟兄姐妹身上 謝謝祢 阿高奉耶穌基督聖明 阿們 那牧師最後我來補充 就是說在講到當中 我剛剛有拉掉一個東西 最近我們有沒有看到 這兩個禮拜 有一個關於教會的一個報導 就是那個信耶穌的鑽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樣的一個教導 那在這個教導裡面 他說神會給我們的祝福 那一位牧師他得了 就是神給他祝福 就是說他先撿了兩顆鑽石 然後他說神應允他今年是五倍的祝福 所以他認為說鑽石不可能只有兩顆 所以他再去找 又找到兩顆 然後他說五倍的祝福 不可能只有四顆 然後再去找 又找到一顆 又五倍的祝福 那 網路上有人哭手 新聞也有一些的電視台 特別做這樣的一個報導 那牧師剛剛所要講的就是說 因為在這個牧師的教導 或我們看原師的那個影片當中 他有說為什麼會有這些鑽石出現 他說因為天堂 天堂在打掃 為了要獎賞這些的人 而且在打掃的時候 這些鑽石是被炒下來的 那我們會很直接跟你們講 如果我們有接觸 例如這樣的一個說法 和這樣一個言論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要能夠去分辨 去分辨 那問問自己參加這種的特會 或者他這種說法 最後最終的意義在哪裡 神奇奇事一定都有它的意義在 而不是說只是一個現象而已 所以這是牧師在這裡 跟弟兄姐妹做的一個提示 好的 我們來舉例像回憶的詩歌 剩一詩兩百一八首 為了要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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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地信心 請 2 2 3 3 2 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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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